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做出的重要指示 以战时机制抓好责任落实 它代表责任 自2020年1月24号零时期 启动天津市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要落实战区制主观上工作机制 停止假期状态 立即到岗就位 它代表成效 我平安地回来了 见 就决心战神一切困难 海河医院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在我最煎熬的日子里 是他们的陪伴与关爱 它代表坚守 只要一天有一个病人不出院 我们这根血儿不敢送 大家真的是无休无眠 能够在有疫情的时候 能够第一时间冲到现场 它代表奉献 我还没考虑自己的年纪 点零来让我来 疫情不重不会点你 必须来 来了还要战斗好 网上书记劳迹使命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 体现我们使命的这么一个时刻 国家有难吧 共产党应该挺着人住 我也当过三十年兵 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的 疫情就是没有 当你穿白大衣时 你责任和担当 你所应该医生具备的职责 可医德就让你一股反过去逆行 它代表多管齐下 未雨绸缪 新建的三座小汤山定点医院 昼月施工 提前一天完成了建设工程 四家医院累计船位 将达到2130张 它代表从容应对 果断出击 客车大号已经正式停靠在了 这个东江港岸的 马印航空公司的报告 称这架飞机上呢 有31名 1月19号从武汉出境的旅客 天津动车客车段 相关聚集性疫情事件 隔离封锁区域内 这次涉及保底全区的 万人大筛查 就是一场和病毒的赛跑 一场决心与意志的 卓绝较量全面展开 它代表微光汇聚 无坚不摧 牺牲我们再多的时间没关系 换来的是千家万户的平安 共产党人关键的时候 能站出来 危难的时候 能豁得出来 它代表辛苦之说 决定全力做好 预行的防控工作 保证老百姓的菜篮子安全 都没有因为自己的特殊情况 打推堂鼓 而是挺身走在前面 也代表安全之说 天津去往北京方向的 车辆和人员 做到逢车必查 逢人必检 24小时严防辞 天津之特 天津之魏的职责担当 坚决助劳 拱备首都的滩头阵地 它更代表起点 代表希望 天津推出21条政策 包括减免房租 延缓缴税等 不断优化审批流程 天津拿出真心白银 帮助企业度过关 通过实施 降低电价等举措 精准助力 双债双赢 全是春季农业生产 所需种子 农药以基本配齐 不管是国企 私企 外企都好 我们全部都是有信心的 0 比任何数字都要内涵丰富 忠诚 严谨 智慧 果断 坚守 铸�一道 一路牧丰富 首位人民群中生命安全的防火墙 0 比任何阴府都要情绪饱满 大气 民快 激昂 稳重 奋进 在不远的春天 竟奏向一曲 生机勃勃的乐章